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宏宇立刻打车赶到了警局 老官黑暗恐惧症发作 交代老刘立刻去拿枪 老官则去提醒亚南 而周队也发现了王志格的调虎离山 立马赶了回去 老官刚刚去了解剖室 王志格就追了上来 两人进屋后用柜子堵上了门 这个时候官宏宇赶到 两人打在一块 王志格知道自己斗不过 转身就逃走了 官宏宇帮忙抬起老官后 亚南将自己怀孕的事说了出来 这让官宏宇的内心多了几分坚定 没一会儿周队赶回来 上楼时 正好遇到了准备离开的官宏宇 两人扭打在一起 最后官宏宇将周队靠在扶手上逃走了 当周队解开手铐上楼后 发现刘队被王志格挟持 进了办公室找官宏宇的案件 周队带人包围了办公室门口 确认了大家的安全后 特警来到了警局 准备爆破计划 此时的警局内依旧没有信号 王志格正将官宏宇的卷宗信息 进行拍照保留 此时的官宏宇得知 王志格的同伙 就是那个只认自己的安藤 就在大家无法确定救援方案 正感到着急时 王志格突然出来威胁警方 看到对方不同意 王志格打上了老刘的腿 随后又进了屋子 而另一边 官宏宇独自一人 跟在了安藤的身后 老官和王志格谈判 要求派人检查老刘的伤势 随后亚南提出了去检查 在给老刘进行过包扎后 亚南记下了屋里的大概状况 将这些都告诉了周队 老官猜测 王志格可能和官宏宇的案子有关系 随后警局信号恢复 王志格发出一条消息后 将卷宗烧毁了 周队则准备带人 出去追王志格的同伙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明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雨天的秘密第八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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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